总统当选人赖清德 副总统当选人肖美琴 在今天下午到台东进行谢票行程 两个人感谢东台湾乡亲的支持 而这次立委席字没有保住 总统票也不太理想 赖清德也说要招募新鞋 做有计划的培训 而肖美琴二度确准之后 首度公开露面 身体状况看起来还不错 不过他今天还是戴着口罩 跑行程 你来去走呀 来去走 带到来 可以握手吗 谢票行程前往台东 总统当选人赖清德 看到支持者这么热情 也跟大家急掌打招呼 在感恩茶会上 赖清德感谢相亲的支持 华东一向是民进党最艰困的地方 这次丢掉立委席次 总统票也不太理想 执意27% 少于民众党的23% 民进党在原住民的得票 同样不是很好 赖清德说要招募新鞋 做有计划的培训 因为二度确诊新冠肺炎停止卸票活动的副总统当选人 湘美琴也首度露面 身体状况已经改善许多 不过还是戴着口罩 我们都有自己需要在进步检考的地方 但是即便是很艰困的地区 我们还是不能够放弃 我们更要继续的努力 更要找到更适当的方法 更要找对的力量 更要持续的经营 我们才能够有最后的胜利 赖猫回归再度跟赖清德一起出使活动 虽然胜选但仍持续检讨改进 记者留影响台东报道